这是澳大利亚的开拉萨 我是为什么会如此幸运地生活在澳大利亚开拉萨呢 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李琴 我的师父是尼西亚南达大师 当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大大的疑问 人生到底为了什么 我每个时期都会有不同的答案 当我以为生命的目标是快乐的时候 我就想有一天我很有钱的时候 我一定会过得很快乐 可是当我真的有钱了 我发现我并不快乐 于是我就想 我要有一个浪漫的爱情 爱情可以带给我快乐 后来我真的体验了浪漫爱情 浪迹天涯 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徒步行走 在这里经历了很多故事 在这里经历了很多故事 但是我依然没有觉得我得到了生命的解答 之后我就开始从书本里学习 我从网络里学习 我从各种信仰里学习 在当我学到佛陀的时候 我觉得学佛陀不是目标 我想成为佛陀 但是谁能给我正物圆满的这个目标呢 谁能让我成为佛陀呢 这个时候我依然在网络里学习 遇到了在YouTube里头的视频 介绍 尼西亚南达大师 我眼前一下子明亮了起来 我觉得我找到了 引领我走向正无圆满的孤芦 我找到了 他能带我走向我真正的家 当时我急不可耐的就去了亦度 学习瑜伽 接着我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习 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有一次大师 让大家捐钱捐地 去见凯拉萨 这个时候我就和我老公商量 把我们土地捐给大师吧 因为我相信 帮助大师就是在帮助整个世界 一个很大的绝对 在很短的时间里 我们两个就商量地 就把地捐给了大师 不久的将来 在这块土地上会建设寺庙 公库 牛棚 和图书馆 从此以后 我们就生活在 澳大利亚 开拉萨 开拉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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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